三权分立 三点一 陈宣镇令 顾镇室承接上级指派的政务 法令并督促其贯彻实施 二 管理署官 按期发放俸禄 考核政绩 皆得上报都府 三 掌控财富 负责征收全省各地付税 负责财政收支 统计全省各府护民事内容 不过到了宣宗以后 为加强统治 各地开始设立总督巡护 顾镇室就从封江大利 变成了打酱油的